2週01日的日本行 今天已經來到第11日 我們現在還身處京都 用它來做骨架周到去 不過說就這樣說 哪裡去得完 所以我們昨天在阿琴洗衣服的時候 我們已經決定今早會去基路城 然後下午就會再到內糧探望鹿仔 其實上午去基路城這個決定我是有點鬥爭的 不過就不是跟阿琴鬥爭 是跟我自己鬥爭 畢竟已經這麼近神戶 如果真的可以在神戶市對著神戶港 吃一塊神戶牛柳 那就有風味了 但我又真的很想帶阿琴去見識日本的城池 因為可能自己小時候幸運 在紅本集訓的時候 遇到一個好的寄宿家庭 那個爸爸又帶我去阿蘇火山 又帶我去吃和牛燒烤 最重要的是他帶我去參觀紅本城的時候 他真的很悉心解釋給我聽 以前的士兵怎樣去攻城 怎樣去守城 令到我產生了很大的慶祥 我真的很開心 但日本這20年的變化真的很大 政府又全力吹曲旅遊業 令到很多城池都沒辦法 一定要重新翻新才能承受遊客量 很多今時今日大家看到很漂亮的城池 其實全部都已經翻新過 我會覺得有點假 我朋友告訴我 基路城是極少數未翻新過的城池 如果我想去就趕快趕快趕快 你們看到剛剛訂了一個漂亮的彎入站的子彈火車 叫做Hikari 501 從京都去新大阪 只需要14分鐘 在新大阪轉到基路城的車上 我們又有新的第一次了 7月28日 我們才第一次需要吃火車便當 證明我們都... backpacking 都是luxury type 好啦 我那天還沒開 開完之後看看怎樣 開了就是這樣 由1960年開始 歐洲很多國家都相繼發展這個窩輪火車 但反而日本可以在1964年成為全球第一個將高速火車投入服務的國家 先拍一下 這輛 據我們估計 我們剛剛訂完那輛子彈火車 應該是第一代 裡面的位置超大 但很多東西都不能動 但在旁邊我們發現另一輛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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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需要這麼有型啊 回來查查資料才知道 原來這輛JR500 是日本在90年代其中一個傑作 一出道就創了能夠長時間保持在320kph的記錄 不過在2010年開始 日本將極速調低到每小時300公里 中國最近狂搞高鐵 而他們證實了最新購買的型號能夠達到452kph的瘋狂 但由於他們已經證實了很多路軌的穩定性出現問題 已經有很多高鐵宣佈他們只能夠在204kph作為極速行走 所以相信JR500這個長時間能夠保持在300kph的行走速度 仍然能夠多捱一會 不過離開平台 踏入基路城那一刻 心裡真的涼了一會 你們現在看到這麼漂亮的Traveler Information Center 其實是我們走了3分鐘工程進行中的地方才去到的 可想而知他們的站在擴充後會有多大 他們預算了招呼多少新遊客 你看阿琴和電視比例就知道你可以在上面玩超級無敵滾難隻 終於離開到站了 但第一眼看到那些 又是那些你不想猜到 但又猜中那些 跟小章師一樣 他們在站和他們最出名的名勝中間 弄了一條巨環勁闊中央通 高樓大廈左右崇立 危紅光管五光十色 不過我知道這些只是假象 你夠膽要自己橫走兩條街才向前走 你就會看到政府很多不想讓遊客看到的東西 但是和阿琴來這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探望城池 下午兩點半我們都懷疑了 所以我們都不敢亂來 按主用SMAP賣廣告的假寶礦力 沒辦法不支持你 嘩 真是少女飛車黨 是不是走來黑黑白白的 很害怕 咦 為什麼他們的裙子這麼長 途中也進入了一間以為值得入的店舖 但進去簡介又沒有 小冊子什麼都不見 我想如果你不讓生意去做 也很難要去解釋給你聽日本軍服的歷史 看著阿琴繼續走 我的感覺突然間很城市 即是你會覺得政府倒下了一千棵樹後 然後拆回20棵下去 然後說我們綠花環境 可以嗎 減欠這隻Castle的原因就是希望他還沒開始大整 結果剛才一到站的時候Castrap就告訴我們 他已經開始大整 有點失望 不過不要說了 大家看看這個阿伯 古銅式的肌膚 趁附著他 醃起了三袖的一塊白雪雪 就知道他平時的工作一定是很辛苦的了 忙女偷閒吃一個美食好事 但可不可以有人叫他不要在公廁門口吃呢 記得幾天前還在Norbodybush 讚日本政府在推廣自己的景點的時候 仍然很悉心地照顧地方的屬性 結果現在看一看就自打嘴巴了 那些橋 地 草坪 全部是很機械式的劃分出來的 又下了石屎 我又不會怪兵庫縣的縣政府 因為你很難去怪一個機構 就是因為他做事做得太成功 Castrap告訴我們 Himeji之所以要進行這麼巨型的裝修 就是因為他們每天每天有八萬人次的旅客 來這裡走過Himeji Castle 那麼你說 他有沒有辦法不在木下偷控 然後鋼板下去呢 外場的裝修其實整個Castle都已經搞定了 所以四面八方看上去都是白雪雪畫 完全沒有那種戰前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在東翼城樓裡面 西翼那邊不用考慮了 已經開始了神奇幻法大裝修的武漢 但是東翼這邊雖然開始了外場裝修 但是裡面仍然保留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環境 例如哪些是釘石位 哪些是弓箭手位 後面有大小不同的房間 有些是課士兵受傷後 即時回來處理 有些是部署了一些步兵 是預料被人攻城 攻到差不多進來的時候 他們怎樣去護住那些 繼續去防守外圍的士兵 繼續去放箭 另外又有些機關仔 怎樣做一塊很小的木櫥 然後我會釘一邊 你把他砋一邊 錨一邊然後就像6吋太厚的木門 一天一天一天 很難能重開 那一個位置 如果還有士兵或傷兵 在前面他們已經是放棄他們了 不過我都看到有些ドラタル line 他們預料要裝修後 是用納像把當時的情緒紹介紹出來 我心想自己去看書吧 這個鏡頭我不知道你 但我真的非常喜歡 因為準備用來裝修中城樓的超巨灰色鋼架 我看來看去都好像自己小時候的Gundam模型 我總是承認會有Gundam走出來 這裏就是鹽倉和米倉 所以基本上敵人攻到這個位置 就已經完結了 要投降了 世事無絕對 只有真情趣 裝修有裝修好 旅行團全部走到其他地方 只有小貓幾隻 要不然 一天八萬人次打去十小時 每個小時八千人 那不就等於小學雞在學校玩走火警? 你玩我睡啊 至於這東西 根本真的被日本政府動到我咬了 之前在京都明明確認了它是律 不是路 但現在它又寫說是路 即是怎樣 歐位又頗特別 看一會 不知為何 我對這日的午餐完全沒有記憶 究竟我們去哪裏吃 還有吃了什麽 還有其實有沒有吃過午餐 完全不知道 你們現在看到列車是下了兩次25分開車 記得我們在車站那裏吃了拉麵 外面天氣溫度已經是34度 一衝衝到JR Station 涼了一點之後 整個拉麵真是救命 這輛火車是去大阪 但我們是轉車 我們的目的地就是去Nana 內涼 先聲明我去到內涼後 心情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下一節我怎樣弄都沒有想法 再加上可能是我心情的問題 我拍過那些影片 景色非常漂亮 但基本上我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一會我講的影片 應該是風脈不相及 靠你們繼續支持我吧 expose襲建篇 小雷 雷 雷 駱約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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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